如果你想真的看到有什麼事 就看看什麼事 上台不到10分鐘 現場傳出好幾聲槍響 前美國總統川普立刻壓低身體 後方支持者也跟著蹲低 密情局人員火速衝上台保護川普 美國時間13號川普前往賓州造勢 沒想到上台開獎不到10分鐘 竟然傳出槍響 川普雖然立刻蹲低 但過程中有受傷 被密情局人員扶起來時 臉頰能夠看到明顯血跡 儘管受傷但川普離開前 還向支持者比出拳頭 高喊繼續加油 現場爆出一陣歡呼 造勢場合驚傳槍響 白宮表示拜登已經接獲消息 現任眾議院議長強身 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都立刻在個人平台上 為川普祈福 川普競選辦公室隨後也發出聲明 強調川普雖然受傷但人沒事 感謝密情局人員的協助 至於槍手已經被制服 但犯動機還有待釐清 我們馬上帶您來關注 這是震撼全球的大事 這個是前美國總統川普 他在賓州造勢登台的時候 講沒10分鐘就遭遇了槍擊 那麼剛剛在大約8點15分左右 美國總統拜登 他已經在白宮接受記者的提問 對此事做出了嚴重的回應 他講他是譴責這樣的政治暴力 是完全沒有辦法令人接受的 而且他也不排除說是政治暗殺 但是拜登的話是說得很保守 我們一起來聽拜登的最新回應 這是一種原因為何我們要聯繫這個國家 我們不能讓這個發生 OK 市長 您覺得這是一個殺害嗎 我們有這個 我沒有太多 我有一個評論 但我沒有任何事 所以我希望我們有任何事 先讓我們有任何事 先讓我們有任何事 謝謝 好 可以看到美國總統拜登說 儘管說他還沒有掌握任何的事實證據 指出說這就是政治的暗殺 但是我們剛剛收到路透社的快訊顯示說 現在密情局的偵辦方向 確實是往暗殺的方向走 我們先帶觀眾朋友來整理事件的發展 就是今天早上大約在台灣時間6點15分 拜川普在賓州登台造勢的時候 講沒有10分鐘 當他的眼睛突然望向 舞台的右邊這個方向的時候 他就是遭到槍手的襲擊 那當下只看到川普他很快的手舉起來 摸住他的右邊耳朵 那麼之後密情局的人員就已經鋪上來 將他的拜川普暗倒在台上 就是希望說川普不要再受到任何的攻擊 那當下川普是說他就知道事情不對了 這是根據剛剛川普發出的最新聲明 大約是在我們連線兩分鐘前 這個川普的團隊才發出的聲明 他指說他非常感謝密情局還有執法人員 為保護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那他也表示說他當下是感覺到了 子段貫穿了他的右耳上緣 當下就已經有看到他的臉頰這邊 有非常明顯的傷勢了 那麼川普他現在目前是在留院觀察當中的 但他現在也感謝說全美的執法團隊 為這一次做出的努力 另外他也希望說這個事件不會再來發生 而且目前掌握到發展是槍手已經死亡 另外呢現場還有兩名支持者一人死亡了 另外一人是受到重傷的這樣的情形 那事實上呢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現在各界都在來追查原因 尤其密情局的保護是不是有漏洞 那還必須有待調查 不過因為現在川普他並沒有獲得共和黨的正式提名 所以他享受到的維安待遇呢 是維持在前美國總統會享有的維安待遇 那我們從這個舞台上看起來呢 目測大約就是有五名的密情局的人員 是在第一時間就鋪上前保護川普的 而剛剛路透社也有快訊指出說 密情局有指出這個槍手射擊的範圍 是在他們保護川普的這個範圍之外 也就是說他的距離是比較遠的 那麼這樣子這個槍手的行凶動機 又或者是說他行凶的槍支啊 他的犯案工具是什麼 這個都還有待美國官方調查 但是可以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出面譴責 這樣的選舉的政治暴力 在美國任何地方都是不能容忍令人作呕 而且必須要譴責的 那國際間也有一些領袖 已經有針對這件事情做出了回應 那就是看到剛剛上任的英國首相施凱爾 他也同身的來譴責暴力 那麼現在各界都在關注的是川普的傷勢 不過剛剛拜登他也說了 他去了解目前川普的傷勢是還好的 他的復原狀況也還不錯 那麼他的家人也會在醫院陪他 進行一些後續的留院觀察 那麼拜登有說他希望今晚 也就是在這個台灣時間今天早上的時候 可以跟川普通上電話 如果他會有後續的更新回應的話 他也會來向美國大眾交代 那麼以上就是關於這個槍擊案 我們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訊息 前美國總統川普在邁阿密造勢 大酸民主黨因為一場辯論 就想踢掉拜登 沒等民主黨換燈 習慣替對手取綽號的川普 已經鎖定賀錦麗 川普也對拜登下站鐵 看要不要在這個星期兩人再辯論一次 外加一場18棟高球賽拼體力 我們今晚再做另一個討論 讓習慣替拜登 可以證明到世界上 他有什麼需要做總統 但這次會是男人 沒有操作人 沒有操作人 只要選擇這個地方 任何地方 我也正式挑戰 喬喬喬喬喬喬 正在這裡 我會給他十分針 如果他贏了 我會給他選擇 任何商品 他想一萬萬元 我相信他沒有領導 我相信他會不會領導 因為他都在說 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倒數五天 川普星期二 曼阿密造勢後 星期六在搖擺州 冰州還有一場 外界密切關注 看川普會不會透露 任何副手線索 民調領先的川普 心情大好 一個人台上講了一個多小時 川普自誇 背叛重罪 對他來說是榮譽勳章 在音樂伴奏下 總結他的政見 頗有台灣造勢場的味道 TVBS新聞佳慧 美國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